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天会用得到 那我先生呢 前两天呢 就把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就是手机 这以前是我们两个 这个是我的 情侣机啊 对 我就到韩国去玩啊 然后对 情侣机 然后这个 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折叠机 而且以前这么迷你 你们还在这边 什么五点几寸的 这 来 妹妹 喂 没空 这一支 这一支是我第一支 这支很好用耶 这支好好用 真的 以前拿这一支是很时髦的事耶 对啊 而且你看就这样小小不是很方便吗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要比大的呢 然后又方便又不用操作什么 一大堆的闹这很简单的生活 然后这一支是那时候 因为以前台湾到美国去 好像台湾的手机不能用 那时候就特别去申请了这一支 它是不是叫海豚鸡 好像是 就买了只是为了要去美国 因为要去见他爸妈 对 那我们后面呢 我昨天还跟他讲 我说海豚鸡 我们两个拍照的照片 以前是他想我 都糊掉了 他说没关系 他那边还有 因为以前我们两个 躲在那个机器里面这样拍啊 大头贴的 对 大头贴的时候 他每一样都不敢 他说 贝克宇的第一双鞋 小鞋你要留 这是什么 可是我都不记得在哪 因为我就大拉 水瓶做的 不知道是不是大拉拉的 对啊 然后还有以前 我昨天翻出来 这个 以前我拍戏的时候的 当然那个还有倒带机啦 这个是就是以前 拍过很多连续剧 都留着 我觉得 也不知道他哪一天 会用到它 但是就是给贝克宇看 我一盒子的 通通都是 这些还能播放吗 我不知道啊 要好像 好像要copy成CD吧 要转档是不是 你那个机器还有吗 还在 都还在 还能看吗 现在插进去还能看 没时间看 对 但是就是给贝克宇看 说妈妈曾经演过 什么戏 什么戏 对 这是我妈妈录的 我妈妈自己买袋子 在家准时 录影 就有妈妈的回忆 是 对啊 对啊 好 李玉佩老师 老师你今天有带怀旧的东西 来 哇 黑胶啦 黑胶唱片 其实各位不要以为 我拿这个唱片 我的英文很好 其实不是 其实在买这个唱片的时候 我才国中二年级 那个英文单子不认识几个 这个也有四五十年的 这张唱片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 老师以前黑胶很贵的 很贵啊 是很贵啊 那在我们那个年代 大概预乐就是收音机 后来慢慢经济好一点的时候 就是唱片机 那我们家里唱片分三种 爸爸听的是平剧的黑胶 妈妈听的是黄霉跳 那我们呢 听的是西洋歌曲 但是我们并不懂西洋歌曲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物资啊 大部分有很多都是美国来的 美军美军 对对对 都是什么支援我们的奶粉啊 面粉啊 所以呢 会有一些美国的东西 可以满足一些虚荣感 那时候啊 我们很流行 学校里面很流行 那个英文歌曲 各位知道吗 敲三下 对对 敲三下 还有呢 黄丝带 还有呢 网乐情环 保存得很好 都没有霉斑 因为放在东部 它非常非常的干燥 那买这个呢 是因为呢 要让自己觉得很洋化 是 所以你说里面的音乐 到底懂多少 不知道 但是这个青音乐 它是世界青音乐乐团的 三大之一 有好多外国电影的 那种抒情电影的背景 全部音乐都是从这张出来的 那有这张唱片的时候呢 就是感觉自己走路都有风 真的 现在这个唱片真的都绝版了 真的